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南昌周边又有什么好地方可以赏杜鹃的呢 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如今已经是四月中旬了 油菜花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而杜鹃花迎来了它的绽放期 花团景醋 岔子烟红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在南昌就在我们的身边 究竟有哪个地方适合去赏杜鹃呢 那么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脚步拍照去吧 走 从南昌市出发 驱车三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美岭太阳谷景区了 四月是杜鹃花的季节 随着气温升高 太阳谷景区四百亩杜鹃花竟相盛放 为清脆的山林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我现在呢走了二十多分钟了 已经感觉到有点汗流浃背了 但是呢工作人员告诉我 如果想看杜鹃花海 那至少呢还有五分之四的路程 但是呢来到这里呢 我觉得可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这里呢就好像一个天然大氧巴一样 所以呢偶尔这样出出汗 我觉得还是有益身心健康的 那话不多说咱们赶紧走吧 太阳谷景区的杜鹃花多为高山杜鹃 想要欣赏到美丽的花海 就必须爬到山顶 沿途盛行 山坡上盛开着杜鹃花 一片片一簇簇 静静地簇拥着青山 显得格外娇美 我现在终于登顶了 虽然非常的累 非常的辛苦呢 但是呢看到这一大片开得 非常灿烂的杜鹃花海 我整个人呢都已经陶醉于此了 觉得一切呢都是值得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一片杜鹃花海 是不是开得和我的衣服一样红呢 所以呢如果呢 你也是喜欢拍照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到这里啊 拍拍照片打打卡 或者是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们 一起来到这里观花赏景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那今天呢作为拍照狂魔的我啊 一定要好好的臭美一番啦 摄影师小胡 走起 摄影师工具人上线了 只见在曹阳的指挥下 他左右腾挪变换角度 只为找到最美的角度 来看看效果如何吧 在顶峰除了有杜鹃花海 还有3月28号最新开放的高空玻璃观景平台 观景平台长度69米 落差118米 脚踩玻璃观景台呼吸清新空气 耳听呼呼的山风 不仅可以欣赏山间美景 更能体验彩空的惊险刺激 同时在晴好天气下 登顶的游客不仅能看到满目苍翠 还能看到湾里城区 乃至南昌市区的景象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身后呢是一览无余的梅岭全景 这里呢有郁郁葱葱的森林啊 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呢清风拂面 让我有一种轻松和惬意的感觉 哎往下一看 啊还真的是有点眩晕啊 但是这种感觉呢 稍纵即逝 还是非常值得体验一下的 需要告诉大家的是 太阳谷景区也是可以使用咱们 云游江西平台发放的旅游电子消费券 原价70元的门票 直接减去50元的电子消费券 只要20元就可以入园了 知道我妈妈 我家里好多能买的 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蛮好的 蛮好的 我们都喜欢这个 都喜欢去旅游 都喜欢去旅游 也喜欢 还是会嘛 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门票吗 哦我是一卡通的 一卡通门票过来的 一卡通旅游一卡通 是是 那你们知道吗 就是在手机上 微信搜索这个云游江西平台 他们每天呢都会发放5000张50元的优惠券 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申请 哎呀好简单 你只要直接就是微信搜一下就好了 每天我搭放5000张50块钱 它这个优惠券的话是直接可以抵用现金的 不仅在太阳府可以用 在其他景区都可以用 是啊我看到这个我也搜索 但是呢我不会下载 在这里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只需要在微信中搜索云游江西 点击关注 每天上午10点都会送出5000张50元面值的电子消费券 可以在江西省所有A级景区使用 眼下春风苏醒 杜鹃花红 伴随着好天气 好心情也随之而来 正是来一次动动快快的赏花之旅的好时机 梅岭种植杜鹃花已经有700多年历史了 每年3月下旬进入花期 花期长达两个多月 在梅岭除了太阳古景区 游客还可以前往神龙潭景区 那里的百亩杜鹃园正在绽放 春风吹拂 群芳斗艳 恍若梦境 大好春光 梅岭赏花 等您来 随着疫情形势的逐渐向好 以及我省第二季度周末 2.5天弹性作息政策的实行 物园的民宿开始慢慢复苏 这场疫情 对我们整个物园线的旅游行业的话 文旅行业的话 冲击是很大的 那么对于物园民宿来说的话 那个受创性是非常严重的 就我们今年拿跟去年对比 如果说按照我们这个数据来显示的话 我们今年可能入住率的话 就只能达到百分之二十 而且还是比较乐观的 去年的话 一般就是我们就是在很早的时候 因为我们游泳的话很出名 很早的时候 就一般我们提前半个月或一个月 房间就已经定忙了 往年 物园的一到三月是旅游旺季 物园保健身房入住率 一般都可以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今年从一月到三月都是停业状态 而在物园 有130多家像保健身房这样的中高端民宿 都面临着这样一个 2020年第一季度没有进账的困境 当地的文旅部门多项并举 帮助民宿业度过难关 首先这个政策方面 最主要的还是给到了资金上的一些扶持 比如说减免一些税收 还有就是给到各大银行都出台了 有利于这个中小微企业贷款的这个利息降低 甚至还提供给到一些民宿口罩 免费的口罩 类似这样的一些好的政策扶持 我们都有这个群 然后在群里面都会就是我们像民宿的话 都可以贷款 这是给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柱 而且利息比较低 甚至是不要利息 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比如说营业执照什么的期权的话 然后你就是可以跟这个文理局报备备案 然后备备案之后 然后文理局这边它就会跟相关的银行对接 然后就是可以贷款 那一般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得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面对因为疫情造成的困境 物园的各大民宿也是积极自救 推出了价格优惠 产品打包等一系列吸引住客的活动 以后堂为例 比如说打包一些产品 做一些套餐活动来吸引客人 同时呢 也做一部分的降价处理 还有呢 就是我们更多的呢 还是民宿业主通过这次的疫情呢 来重新对自己的民宿的品质 再次做提升 利用这次疫情的机会 让我们民宿不再是只停留在一个住房体验 而是真正让它体现出一种当地的物源的本地的生活方式的体验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别于其他酒店的这种特性 让民宿成为真正的民宿 建设我们去年的话就是说 像在非洲木的时候是980亿间 但我们现在非洲木的话就是468亿间 然后其他繁星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就是说是降了有差不多一半的这个折扣 四月以来 我省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 随着我省实行的第二季度周末2.5天弹性作息政策 以及一系列恢复文旅行业的措施实行 物源的民宿开始慢慢复苏 四月份刚刚出台的这个调休 2.5天的这个休假 那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对整个我们文旅产品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因为它把原来的这个休息时间 无形当中给调长了 然后对于净胶油 甚至包括中长途油 都有很大的好处 这样的话其实就更有效的 把原来的我们住一晚的客人 可能会真正的把它充分到 延迟到两天住两晚 对于我们民宿来说 只要把你的体验活动充分 那么客人是为 是愿意为你这两天留下来的 那么这样就更有利于 我们整个民宿面向全国 而不是只有净胶油 整个三月呢 就是从平均一天 只有一两间房 到了我们的四月四号 还有四月五号 基本上入住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可以明显的看到 整个随着疫情的减弱以后呢 出现了一个大家 疫情之后的一个 度假的一个小高潮 这就意味着呢 有可能随着天气的转好 随着疫情的 疫情的这个不断的减弱 还有这个各个各大学院的开放 可能我们这个文旅行业呢 会在冰冻之后呢 会迎来下一个春天 物园的民宿独具特色 有古宅建筑型 有精品小柱型 还有乡间野去行 是近年来物园旅游的一张 亮丽名片 许多全国各地的游客 来到物园 往往都会选择在特色民宿 住上一晚或者两晚 目前春光烂漫 百花齐开 来到物园旅游 享受民宿的优惠活动 感受乡间野去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全省各地的文旅资讯快报 日前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全国旅游星级饭店 平定委员会 日前正式批复 英坛庆卢豪生大酒店 物园县瑞仪宝物度假酒店 江西伯爵文山酒店 为五星级旅游饭店 目前我省已有19家 五星级旅游饭店 4月11号到12号 福良县古县崖景区 迎来江西人游江西 健康磁都文化游首批团 共1000余人 分别来自九江 上饶 南昌 经过体温测量 身份证核验等防疫措施的检查 团员们乘坐大巴车 分批次到达景区 大巴车错开发车时间和旅游线路 确保游客安全有序的游玩 观光团先后参观了 福良历史文化长廊 千年红塔 江南第一牙之称的五品县牙等 实地感受福良古县牙景区 丰富的旅游资源 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近日 静安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早都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 在收取安放在山林里的 红外相机影像资料时 惊喜地发现 拍摄到数量众多的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视频中一大群野生猕猴在保护区冒密的森林里 悠然自得的活动 嬉戏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 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选择外出踏青郊游 江西省内各个景区像庐山 锦岗山 明月山 龙虎山 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 大多数游客来到这些景区都是满意而归的 不过也有少数游客因为景区的一些管理不到位 倍感不适 前不久 一位在龙虎山游玩的游客 打电话给风暴眼栏目组 他反映自己在龙虎山这座国家5A级景区内游玩的时候 看到了许多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管理乱象 景区卫生堪忧 车辆乱停 景区内随意兜售货品 景区内存在养鸡场等等 4月8日 风暴眼栏目记者前往龙虎山 一探究竟 因为现在龙虎山景区还处于免费开放的状态 所以不需要购买门票 但是因为景区内的景点比较多 记者还是购买了景区内的单日车票 从售票大厅出来 记者发现景区门口的垃圾桶已经堆了许多垃圾 但是未见有人来处理 这与国家5A级景区的形象是否匹配呢 接着记者走进景区 发现了更加奇怪的现象 有几个卫生着景区服装或者佩戴景区工作牌的人员 在景区内随意售卖物品 也是未见由景区管理人员进行管理 这样的情况真的应该存在在一个国家5A级景区吗 记者接着往景区内乘车点前进 就在这个途中 记者又发现了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景区内有专门的指示牌 观光车站外来车辆禁止驶入 外来车辆禁止入内 但是记者随处都能看到随意停放任意行驶的车辆 同样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位景区内的工作人员进行劝导 这里都可以开车子进来的 你的车开不进来 为什么呢 那个里面内部车才能开 内部车才能进来 记者看到这些开进景区的车辆 没有一辆车是带有景区车辆标识的 那为什么这些车可以进来 他们的特权是谁赋予的呢 还是说景区这些自己设置的道路禁令就是一个摆设呢 目前记者已经看到了游客反映的景区卫生堪忧 车辆乱停 景区内随意都受货平等问题 接下来 记者就游客反映景区内存在养鸡场的情况 继续在景区内寻找 经过两个小时的寻找 记者还是在景区内一无所获 随即记者向景区工作人员打听 提出想购买鸡蛋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就在景区内主路的入口处有一个养鸡场 内里有鸡蛋脉 看来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景区内的确存在养鸡的行为 但是如果要购买鸡或者鸡蛋 都必须要有熟人才能买到 因为这个位置的确很隐蔽 再加上工作人员说不光鸡鸡蛋 山都是这个养鸡场老板的 这究竟有何缘由 很快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养鸡场 有人吗 有人吗 记者来到这里发现 今天不凑巧养鸡场的主人并不在 在现场记者看到了两个鸡舍菜地 被大车压过的道路 很显然这里应该除了养鸡之外 应该有准备进行一些土地开发 就是准备做什么项目 我们不得而知 记者在现场粗略看了下 目前还是有几十只鸡在这 其他的鸡应该都在山间 或者道路上还没有回来鸡舍 这就让我们很纳闷了 这个鸡舍如果没有人带路 一般人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一个鸡舍这么隐蔽呢 再者 如果这里的鸡鸡蛋可以销售 那么收入归景区还是个人 而且为什么不挂出明显的标识 如果不能售卖 那又是谁在这里圈地养鸡呢 这里难道真的像工作人所说 属于个人而不属于景区吗 游客反映的龙虎山景区的诸多问题 从记者实地查看的情况来看 确实存在 随后记者来到了龙虎山管委会 试图了解详细情况 这里负责对外宣传的工作人员表示 管委会会根据记者提供的情况 一一处理并落实到人 对于事件的发展 风暴眼记者将持续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